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Tasty Money 今天已经是12月22日 很多朋友应该都在放假 但小丑王继续陪着大家看市况 今早市况比较淡静 低开9点 21,800点 刚刚在整数局关口 现在跌5点 21,804点 期指跌34点 21,803点 暂时轻微低水 成交张数6,000张左右 另外成交方面16亿 跌34点 跌18点 9312点 和大家看看蓝筹股方面 最新的表现 暂时升最多长和 之前跌得很深 现在升1% 88.95 另外 中人兽 继续发力 昨天很厉害 带着市场 但你留意 保险股方面 只有中人兽 托着 其他平保 财险 清一色 都没有表现 即是纯粹 可能用来桌下指数 另外 九仓和有帮保险 都升0.6%左右 九仓 做51.55 另外有帮保险 44.35 昨天外围 都挺有趣 大家如果有留意 CNBC 尤其是CNBC的Facebook 会有一个直播 道指到底去不去到 2万点的关口 都有千多人看 直播的时候 但真的去不到 去到19,986点 顶住这个位置 之后倒跌32点 收道指 19,941点的位置 另外油方面 昨晚跌了1.5% 主要原因是 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大升 看报告显示 美国原油上周出乎意料大幅增长 令油昨晚跌了81米 收在52.49美元一桶位置 跌幅1.5%左右 另外欧洲股市方面 由年内的高位回落 银行股升完一日之后 就开始收押 因为尽管意大利通过了200亿 那个救助的计划 令到意大利银行的紧张局势 有所舒缓 不过西班牙似乎传来一些恶号 西班牙银行业在房贷案方面 就败数 或者需要是退还房贷 那个户数是十亿欧元 那么多 看到相关西班牙银行类的股份 是一度跌超过一成那么多 另外留意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的走势 比特币的走势 比特币三年来首次突破800美元的水平 星期三一度升到822美元的水位 是自2014年1月以来首次突破800美元的关口 看到今年其实比特币一路是攀升的了 尤其是在美国大选之后 更加加速了升势 好了 看到市场都是看着不想欲 跌1点 21801点 惨 一路看着的时间 都是几点的上落 摸买个内地市先 今早要跌 跌着0.1%左右 上证跌着5点 3131点 上证跌10点 10302点 另外看到护芯跌3点 3334点 创业板跌1点 1990点 虽然你说内地没什么圣诞假期的因素 不过暂时来看 成交相当之薄 而且在点数上 没什么动动 昨天成交方面只有4200多亿 两地护芯加起来 相当之小的一个成交 不过你看到上证众志方面 就从上五天平均线的位置 三千亿的关口 就算是企稳了些 内地方面要留意 习近平主席在21日 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第14次的会议 他强调全面是建成小康社会 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 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为群众所想 急群众所急 解群众所困 都是口号式的言词 另外就说到 就是住房方面 要抑制地产泡沫 都是他一路的观念 另外留意一下 李克强方面也主持了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提出了十大任务 部署今后五年 深化医改的工作 转头和大家看看医疗相关股 有没有少少刺激 另外现在就看看二动股 因为见到蓝筹股就不太动 不过今天见到腾讯有少少动动 向上 腾讯183.5 正升过三 正升百分之0.7 另外388港交所 仍然是继续在脚远 跌着3号 正在181.8的位置 讲二动股 当然是先看看通告 留意一下 短暂停牌方面 有只1626 佳耀 看到他停牌前 3.4 公司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和合并的守则 看法一项涉及买卖协议的公告 内容有关就是收购公司的股权 之前都知道 权益或者是2016年12月21日定立的强制性 无条件的现金要约 是构成了袋幕消息 之前说到会买的 现在停牌 停牌前是报3.4的位置 另外今天焦点就是 现在升幅最大的港股 或者KTL 或者442 升的2乘3 做5.9 伏牌回来 就有人买了 海航又理了 海航集团的间接非全资附属公司 HNA Aviation Investment 作为要约人 救米合共9800多万股 股份 相当于以发行股本 6.1 现金要约价6.05元 创新高的位置 总代价是5.9千5百万股 伏牌回来 看到是急升2.4千5百万股 现在是5.9千5百万股 最高是现金要约价6.05元的位置 总代价是5.9千5百万股 伏牌回来 看到是急升2.4千5百万股 现在是5.9千5百万股 最高是现金要约价6.05元的位置 超过一年半的时间 准备即时卖 KT由做珠宝 1个小时就搞定 整单单单单单单 还在年底之前搞定 就不用烦 Zack 急升了2.3百万股 大家 不要冲 已经消息公布了 不要乱按 冲入牌 另外伏牌回来 还有个A8 A8之前都相当当装 但现在伏牌回来 偏远跌1百分之1 造近$4.6500 A8向主席折让1.3%配股 详情向主席刘晓松家族的信托永生控股 以每股四毫一指配售股份 配售9亿多股的新股折让有1.2% 相当于国大后股本大约是3.3% 集资3.8亿多万 用来在时机出现的时候 让公司作进一步的投资 重点是放在移动互联网的游戏产业链 和在线上线下的音乐产业链的整合 都是做本业的 不过这么快拿好钱 是否觉得现在价格已差不多 现在是$4.6500 跌大约1% 另外通告方面 留意下3300 中国玻璃 中国玻璃暂时没有起跌 正在$8.7 中国建材集团附属的公司 就是海盛科技 计划在这间公司收购 中国玻璃大约1亿5千多万股的股份 12月20日已经完成了 海盛科技会持有4亿多股 相当于易发行股本2成3 成为公司最大股东 没办法了 持有2成多 无法触发任何内幕消息 2成多通常都没有肉食 看到股份不会大幅攀升 现在是$8.7 暂时没有起跌 另外还有一个通告 和大家看看 不过就是233 就是名媛医疗 现在还在停牌 他发出控告 德琴附有申索著名 已经说令到他们的令状 令到他继续停牌 他和他的附属公司 上海素康和上海名媛生物芯片 已经发出控告德琴附有申索著名之令状 预计将会适当的时间 提交完整的申索陈淑书 股份继续暂停买卖 他说公司旗下上海名媛生物芯片 早前因为银行帐目 吊失了资金4亿2千多万人民币 导致名媛医疗未能发布 2014年财政年度经审核的财报表 而暂停买卖 独立法证的调查人员已经确认 当时管理层向公司的前核素师德琴、关王、陈芳 所提供的银行的殉政咸 乃属于虚假 公司说德琴没有发现怀疑 以及报告当时管理层进行的欺债活动 以及其他不正当的行为 导致公司遭遇损失 哇!有牌咬这些 到时看戏了 现在名媛医疗继续停牌 停牌前报2号3字 好了!现在看看移动股 升得最多继续是KTL 2乘2 做1只5.82 哇!虎刀继续升 我昨天搭了虎刀2399 叫大家不要乱动 但是真的不够大妈大叔来 现在8.5只虎刀2399 正在升8% 8.51 不知道会不会是另一只的善缘 我不敢说 我不敢买 好炒得可以去码 另外其他的移动股方面 又有就是铁货 还有股兜 股兜上了不久就潜水了 现在正在做8308股兜控股 只有1单成价 下跌升3.5% 正在做5毫8指 我提提大家 昨天因为做冬 我有些时间 大家WhatsApp我66334386 我尽量都逐个回复 但是原来加上有四五百个 真的做不到那么多 我的同事就帮忙回复了 叫大家过节就开心点 但是有些朋友说 喂 还未回答我的股票问题 因为他们不会懂得回答股票问题 都是由我回答 但是因为我又看不到 因为太多 先跟大家说 不好意思 我会尽量回答 但是 如果我回答了那些朋友 帮忙 Facebook留言 其实我有回答 我怕大家以为不会了 我骗他 所以你们留言 我尽量回答 你说我骗你 我都尽量回答 但是你们不要全部说我骗人 是的 这样就可以了 我尽量回答 希望有时间 就会回答大家 先谈到这里 跌四十三点 二万一千七百六十七点 都预计了 不会太大动动 但是市开 唯有和大家继续聊天 可以继续WhatsApp我 66334386 专头谈 工夫 2 3 4 2 1 2 2 2 3 3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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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间当然是找嘉宾和我们谈计 有盧哲明、Kent Kent早晨 取晨阿新 是 见到你这么闷 我见到你也是没精打采的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互股通资金 逐步其实未来的市场 很少了十几亿 昨天下午的时间 会不会是等待放假完之后 有一个比较资金涌入的情况 我会不会乐观了呢 盧志明 我想乐观了很多 第一样东西 两三天的资金流入 你说是不是很什么呢 我又觉得不要太在意 就是避免买船 记住不要太在意 始终下个月回来 就是农历新年的月份 我觉得资金是不是在这个月走出来 我觉得机会很大 反而有些叫提早收劳的意味 反而反过来你说 那市民就是死定了 我想第一样东西 250天移童平均线 你上次提过我们 21,500天 我觉得怎样都要碰的了 看看智力做的原因而已 也是上个星期提及的一件事 就是说如果中观过去的 由2012年开始 那恒生指数 其实24,000 每次都是紧箍咒来的 除了港股大时代 通常24,000到我顶后 侧下来第一个关卡位 什么位置 通常都有一些叫反弹力度 大概就是说21,500 在附近 那你说跌穿21,500 跌多2,300 怎样不奇怪 一点不奇怪 但是21,500 那个位置 就是你看到上次 其实一数过 我没有记错 13年2月 24,000 接着就去到2013年12月 24,000 其实每次去到24,000 你的关卡位 一跌下来就是21,500 附近的 你会低一点 可能会低二三百多元 就先说了 那就是说现在 去到这个位置 那你说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有个这样的看法 你在这个位置 暂时说21,800 你反弹上去 你先看多少 就是大家 将心比己 我当我自己是这个大户 我在这个位置 我搏上去 看多少呢 喂 我不会看那三四百点 阿华 对不对 没可能 那反过来 如果现在在这些位置 我偷下偷下偷下 21,500 以下 那很有趣 我就拼什么呢 我就拼在圣诞节 大家在睡觉的时候 圣诞老人在一个 在那个烟通那里 堆積物 跌下来 然后派礼物给你 大家都不为意的 嗯 不为意的时候 就是很多时候 都是做一个明显 多一点反弹的情况 过去那几年 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 那差一点的事 很多时候就是 在静静地门局的时候 25、6号的位置 就偷你 少少的反弹力度在那里 那现在我觉得 今年的情况 亦都有些机会有类似的情况 今年没有啊 25、26 24又星期六 24星期六 平时24半的 翻来嘛 哎呀 那就是那三天了吗 大家全部去拗邮 大家全部去出口 北京捱这个冒霾 你怎样呢 没有了 红色警示 大家都不在市场里面的时候 你要夾那三几百点 用什么呢 是要偷空 就是在那个位置偷空来夾的 那还有一个现象大家可以记一记 但是美股呢 很多时候就是 圣诞节 那个偷空那个位置 就是28、29、31号 1月12日那些位置 通常都做得比较好一点的 那你那时候借势 那令港股会不会走回好一点呢 我觉得大家要偷一下鸡 都是这样的位置偷鸡 那其他现在这样的时间 你不要偷鸡啦 偷鸡 通常都觉得是舌渣米 舌渣米啊 你明显地看到 说真的那一句 你在11月29开始 其实你看恒生指数 每一天的成交其实都是阴烛的 只有三天 你数一下交易 124、6、80、12、40、60、60、20 今天22天 中间只有三天的成交是出阳烛的 这样就投行了 就是告诉你 其实是持续有人在这儿辜负的 那你昨天的反弹力到 去到贴着22000附近 21900多钟 又好像没什么力量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叫做 撿生啦 有个成语叫做暗道陈仓 大家不懂中史 可以看回汉朝那时候 那个四字叫暗道陈仓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在成诞节 如果大家偷鸡反弹的话 都是在那个假期的时候 大家静下静下 没什么力量的时候 我想就是那个位置偷鸡 如果不是的话都不要怎么偷鸡 你看到那些股其实都阴干地下来的 很多都 是的 最惨是阴干 是的 你在市场里面 你看到的现象就是阴干 刚才你报的时候不是说 有多少只52周身高 有多少只52周身低的 是不是完全反映到市况呢 我想你纯粹那10只8只 不反映到市况 反而就是你看到很多的股份 都是担延一两天之后 继续阴下来的话 那你已经心中有数了 是的 我都很同意的 觉得阴干式是很惨的 就是你阴点阴点 又以为它会弹 怎知它也是不弹 然后也是下跌 他刚才教了一个偷鸡位 应该是28、29、30的时间 就是放假回来 因为我们未来有四天长假 就是去到27号 然后28号就回来服市 然后就偷鸡那3天 但是问题就来了 因为你说一回来 就是过完那3天之后 就是1月 1月28年初一 我们去到月底 就有一个这么长的假期 但是你1月份 你还要捱一个月 是不是真的要捱一个月 还是不是的 中间也有一些位置 可能会舒畅一点点 舒畅就希望舒服就输 不要输钱就输 是 当然当然 第二样东西就是 市场 你几个叫比较淡一点的因素 仍然是压住在那里 都是说一句 弹的时候 去到很悲哀的时候 大家都不在意它弹 哎呀弹了 早知道买些东西 买定了 是吧 是的 通常都是叫做一旦船上去 当你跟进去买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通常重复了 因为已经那个弹上去 可能它说的速度 三几天 或者四五天 六天七天八天附近 就完成了那个反弹 那个情况 通常你去到第四五天的时候 跟进去 你可能享受到 那八点二百点二三百点 那就摸了下个顶了 我自己觉得第一样东西 你要看实究竟你 看反弹那个位置去什么位置 我想第一样东西 就是你看看那几条移动平均线 其实四线 其实五线 就集结了 集完区就2100至2300 那就容易处理了 那下面二百十天线 就是说二百千五 那你上面逐级推上去十天线 可以大家今晚看图表你就知道 十天线是二万二千一附近 跟着二十天线是二万二千四 跟着就到五十天线 二万二千六百十点 跟着到一百天线是二万二千九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用二百千五来做个指标的话 你弹上去 第一个关架位 就应该说的是十天二百明均线 是 OK 二万二千一百五十天附近 就是现在大概你慢慢再挨下去 你就二万二千一 真可憐啊 只有几百点 那偷空那里就几百点 好了 再给你聪明一点的 就去補回刚刚今次下来的那个叫列后 就是十天线 二万二千三万五十天附近 那那个也是特生那天 点票那天 二十四一五恒生指数 close的那个位置 十一至九号 那就是说你逐个逐个推上去的话 你的反弹就有些技巧 你明显看到资金流暢次 不是很遅的话 有些东西就没得强求 大家要明白一样东西 是 讲讲下才只有七十几亿 另外 市场又跌多了 二万一千七八一十七点 跌着九十四点 跌最多的蓝筹股是恒安 这期恒安是跌得很厉害 现在跌着百分之一 五十四个八毫半 今早还要破迷 五十二周低位 中银售昨天威员之后 今天交回出来 跌着百分之一 现在二十个一毫半 中银香港又是 这期亦都是比较差一点 中银香港 二十七个半 其实之前派完特别识 大家有憧憬 他有再卖其他东西 但是你见不知是人民币的问题 拖累着中银香港 为什么中银香港会搞成这样 老志明 我想第一件事 人仔的情况是拖累 第二件事 始终你看回蓝筹里面 有哪些在高位 未拉下来 现在变成追落后 即是叫追后部队 追后部队的这些 相对股价仍然在高位 你看到其他股份 一路继续持续下来的时候 慢慢跌强势股 都很大机会 如果指数还要再次低位 都要拉下来 就不掉了 虽然他自己本身 未来还有些憧憬 又买这样又买那样 会不会又派特别识 但是如果你看回 他现在有机会再卖的情况 他特别股息 都没有上次那么厉害 你看到他的资产再卖出来 这一点 我想要留意 反而派完 现在相对地的股价在高位 我觉得反而要留心着 一些比较大的关键区域 就是刚刚这两天碰过的位置 大概是27元边附近 就是一百天前所在 如果这个位置失手的话 我怕有些担心 会不会 比其他市场 一路拖累下来 比较跌得深一点 这点也要留意 因为近期 即使强势股也好 大市不就的话 你都一定要先拉下来 就不掉的 只不过是早迟的问题 我觉得迟来不等于不来 看下到始终也会来 要小心一点 看见市场真是肉酸 又跌107点 21701点 看看是否内地的市 即是不拖低市况 内地也是跌0.1% 上证 跌3.3134点 多谢陆志明 下次就希望请他上来 可以详细一点 跟大家谈谈一些图表 或者一些过股的走势 已经在约约他了 先约约一下时间 跟陆志明谈到这一道 市场是肉酸的 跌过百点 简单一点 又再回答一下WhatsApp的问题 这位朋友就说 想问1982的男船 以及这只1387 我先看看图表 1982的男船 大家买了是没有损过的 因为大约是过六叫大家买 其实现在市场这么差 12月 价值1.69 我觉得是 上完1.79的位置之后 有点整股和派息 除了一会 你看到最高现在是1.79才2的位置 现在10天线和20天线 就有点想汇聚的情况 20天线就1.67 其实希望它守住那个位置 但是这样的市况 我不排除它会调整到过六 但是这只股份 我觉得它没什么问题 有色派 兼且一直定住在高位那里 我自己就不太担心 但是如果你说放假 觉得有微利想走去的 那可以走 是的 我的目标价就是过九的位置 但是现在在过七的位置 就是徘徊 如果不是去不了 你赚了少少几格的 你可以先吃了 等它 如果再回的 你就再买 另外 一三八七人和商业 我没有推介过 但是有些朋友就问 可不可以继续持续 还有没有目标价呢 其实我自己就不太喜欢 这只股份 因为它做一些防空洞商场 我就不太看到有什么前景 在内地方面 而且你能看见 平均线其实一直 大家大家回聚在一起 兼且是横行没有突破 我就不建议大家买 如果你持续持续持续 那就先行离场 因为可能它会炒上去 因为你要看A股方面 有没有势才可以 但是我就看不到它有太大的前景 纯粹炒股而已 可能炒一两成是并不满 但是我就是不熟这只股份 我就不建议大家买 现在是1号9,3号 升级大约1% 接着要问毅力2666 我先设定 帮你问一下 不过今天好像不是毅力 是不是毅力呢? 是毅力的 稍后再问 因为我太多东西想 所以就不记得了 一会帮你问毅力 另外又1515 还要做一个不开心的样子 1515是很难炒的 即是那次炒完那一阵之后 它就直接移入华润凤凰医疗 但它都可以一直沉 沉到一个月身低 去到10个1号8 现在你开1515的图 整个碗 刚好 就来回到低位 低位在9.9的位置 上次是9.9和9.8 我觉得它会试穿的 试穿10元之后 看看那位置能否站到 站到可能完成了调整期之后再上 但是很欺人玩的 要很有耐性才可以拿到1515 希望你可能要拿了就给少少耐性 没办法 接着有人就说 盧志明已经习惯了 终于之前他开始来 刚刚来tasty money的时候 就很正经 他说他终于轻松回忽 可能如果有真人一起来 就那个chemistry会好些 现在他可能电话 以及你看到他的照片 不知道多少年前 所以希望他来的时候 可以大家轻松一点 另外就问143 143没有推过 要货跌1% 只有两单成交 即是在做2号8指 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买 但是他暂时 守得稳2号6指 就不用怕 2号6指是250天线 所有的消息已经出了 如果是要货港坚 现在就站在10天线 和100天线那里 不过刚刚100天线上来 看看有没有人炒 但是墙就很静了 看看你几次买 如果你是3号楼上买 你就忍一下 等下 他还有问403 昨天403也爆了 一只星光 四天之后随正 我跟大家说 随正前才会移动 否则都很静 现在最高曾经6号半 昨天 今天是6号4 大约都是6号2 6号3 跟大家说 现在没有亏的 大家不用怕 希望我给你一些股份 都不是亏着 哭着口 星光6号4 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突破 其实昨天偷偷地 都偷步上了 6号半 6号6 应该上到的 大家不用紧张 市场又跌多了 哇 跌157点 又回落 现在是21,651点 正如刚才盧志明都这么说 应该250天线要见一见 现在是平保 拖累着市 跌1.7% 跌到38.5的位置 跳一跳 38.4号半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小炒王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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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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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是 但KTL是一年半左右 其實上市時也有些啤學味 那一期相當多 股份啤學 我們是否應該找回那年半 大約這個時間 因為它是2015年3月上市 是否應該找回那一期的 看看有沒有寶藏 都可以的 其實你看到它也是早兩年之一 其實都不是兩年 年多前也有一點 本身的業務也不是特別理想 上市之後純粹已經炒味農了 當時上市又碰巧大時代 你來的上市價已經短短幾個月了 又炒高三四倍 息就沒什麼點派 業績又不是那麼亮麗 因為炒高了股價反而就去殘股 其實你可以說街大歡喜 又融入木品這個價格 你見到今天復派回到零 都升超過三成 我覺得味道也是一樣 又是那些雜資額比較小的主板 你覺得大家也不知道 是呀 還有主技 是呀 還有主技 是有一個人名的那些 CTE solution 那些呢 Econ 那些就很像 都是學股 但現在其實停牌的都有幾隻 籌備著 尤其是今天是嘉耀 1626 其實之前都有說了類似的東西 會賣的 還有一隻 Mike剛才提到我的 是否這些都可以 不過其實到時已經是見光死了 已經公佈了 但是很有趣 又可以找個 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之前有些 如果是賣得超過三成以上的那些 即是股權逆手三成以上的那些 都可以標一下 但有一些 兩成九 兩成幾那些 就不動的 其實是否那些就 尤其是股權的那些 那些比較少的那些 其實就刷不過呢 其實都是的 如果你換 你換 逆手那一下 你的股權真的只有三成的 兩成九那些 近來都有一兩隻 是29%去賣 好像桌底去賣盤 譬如貼賣認市 但是因為你賣了盤 桌底賣了盤 但是有賣出全球的話 股票股東就好像沒有什麼 你都用不到別人的價格 去賣你的股份 反而你看到就是海航買KTL 始終別人就是貨增加 是6.05元去賣 你小股東其實 如果你想賣的話 都可以用一個高價 其實反而你看到今天的價格 我看到就是 不知是不是太靜 小人投資 其實現在就交易更低過6.05元 是啊 6.05元 嗯 我覺得有一點可以吃一餐茶 你買了去 然後如果那個要約真的落實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6.05元去出售的話 有一個小小的圖來的空間 哦 因為它一開最高就是6.05元 就是那個位置 然後就頂住 大家很聰明 就是當私有化那樣 那個價格就是那個價格 就不敢再搶高 而且今天都是靜的 所以大家就沒有什麼心情去搶 其實那時候上市才3元 其實這年半裏面很和美 還要一刹二 是嗎 還要一刹二 那真的很豐厚 很豐富 如果這樣說 挺好處的 另外如果當時那期 類似 讓我看看 剛才Mike提到我 還有一隻糧絲 1683 在停牌 昨天也有個觀眾問 我想都是那類型 因為它的號碼是1683 就是它幫新地 還有順自做那些模型 即是新樓有個模型給它看 它就是正確做那些 然後就剛好拿了這個號碼 就剛好代表了它的客戶 上市初期其實就 標完一下之後就剩了很久 最終應該都是買了 是嗎 應該是的 你看看通告就一定是 都應該會買盤的 始終它的股權供 集中又是 還有我們上個星期 在講話 本來我們12月初都比較靜 少了一些賣盤 但是突然之間 上個星期看到很多通告都說 哇 正在談 是啊 現在有很多 年尾賣單 真的是 是的 很多 可能趕年尾了 真的趕聖誕 趕新年 就快快去去去落實 簽了一個協議 我覺得這一方面都可以留意著 不知 KTL 就復牌 接下來就剛才你說過 家耀 梁思都可能會 會是復牌去公佈 那個全購的話 我覺得應該陸陸續續都不止這三間 可能這三間一上馬 可能留意其他桌底 那些在談 又可以浮上面 或者出一張通告 真的賣盤的話 那熱潮就可能會慢慢鋪起上 是的 通常都是 有幾間搞得定 然後大家就會很快就談到埋欄 如果很安靜 就會拖很久 所以希望它可以帶旺的情況 讓大家知道有多些賣盤的情況 那今天Mike 有沒有留意一些新的股份呢 我有一隻漏網之餘 我自己之前看通告的 都沒事了 太悶了 試試看一些通告 或者一些漏網之餘 看看有沒有一些的東西 看到那隻銀行 8260 這隻其實都是一隻學股 不過就不是今年賣銀行 兩年前 14年 當時是逆了售的人買了一盤 其實都陸續續有些收購 做一些財源動作 剛剛最近就配了一次股 配股那時就沒有特別的 又是那些不公佈成本人 之前的作家又不是特別吸引 但是公司突然之間 早幾天出了一張補充通告 就說原來配股那些股份 全部都去了一名投資者 就是呂向陽先生那裡 挺特別的 因為當年人的背景 原來是比亞迪的共同創辦人 是呀 厲害的 之前都聽過他有買過其他東西 然後又看到在網上 如果大家找呂向陽 就會找到他和巴菲特那些合照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人物 就這麼神秘 都有一些期望在裏面 是不是這隻銀行 都可能有點疲倫 都知道你的憧憬在這裏 你說真的變了新的 買了盤 你希望會不會有些大的搞錯 因為始終這次配股引入了 一個內地公著名的投資者 或者在一個概念上 他自己就和比亞迪是創辦人 對新的行業部熟悉 而且也有很多公司融資 在金融業資本市場運作的一些經驗 這次他就把所有股份都認購了 都不是一個小數目 你看到就是他現在持股 銀行持股已經超過7% 排位已經是公司的第二大股東 可能有一個憧憬 會不會將來會做公司的董事 或是在公司層面上 可能和比亞迪或是一些 新能源汽車的概念上合作的話 我覺得是值得憧憬的 因為人剛進來 都未必說會有個計劃 但是莫迪策掌做準備的話 可能公司會期望著有些離他 其他的陸陸續續有一些大的計劃宣佈 好啊 Mike就分享了很多股份 包括家耀、糧絲、銀核82600和442 循例先問Mike 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我沒有持有 好啊 多謝Mike 又學多了幾個數字 因為這些都比較冷門 Mike一定是自己很悶的時候看通告 因為我都 那些戰友一看通告就會很聰明 聰明很多 所以我就說 叫一些人都要看通告 銀核我是聽過的 不過那份通告就有Mike 幫我們展述 所以多謝Mike和他們談到這裡 今天小炒王也有勤力 也有找些東西 因為這麼悶 除了整好一間Tasty Money之外 都會有其他東西和大家分享 剛才說沒有觸發 即是沒有買到三成 沒有觸發到全面收購的股份是不行的 其實953也是一個好例子 又是買兩成九 之後就搞不定 你看 昨天我才在這個WhatsApp 才回答了953 我叫他太高了 一個兩毫半 我沒有記錯 只剩七毫多 我叫他都要減遲一點 否則真的一副都是 小炒王就通告了 如何幫大家找到一些東西 一直跟大家說的638 是見日 其實現在可以輪到2320 跟大家一起聊聊 因為2320最新是合風的 你看到昨天都已經飆了上來 究竟搞甚麼呢 原來現在最新是說到 他就賣第二幅在深圳的地皮 你賣了之後 很簡單 你賣了就有筆錢了 有筆錢之後 會不會憧憬他派一個特別息呢 2320 6、7毫子的時候和大家說過 不過今天來講 可能因為春光啞泡勢來 昨天都出來了 知道可能他會出通告 今天就看到那份通告之後 有少少見光死的情況 留意我經常把合風和見日一起說 就是因為見韜 先減遲了合風 之後合風就爆上來了 其實11月份 見韜也減遲了638 最新 638這期 即是拍完息之後就比較靜 就看看Sitcas Sitcas就找到少少豬脂麻跡 金鷹那一塊的股份 現在的倉位就去了法巴 這些沒有人跟你說的 大家留意了 對上一次金鷹的倉位變動 就是2013年的7月份 他現在就放了去Nonsitcas那裏 Nonsitcas就是甚麼呢 通常放在那個位置 都不是散戶造的 即是大戶造 這些就是蛛絲馬跡 2013年放了在Nonsitcas的位置之後 半年至9個月就會見到有翻倍的情況 2015年大時代就衝到2元 現在是1.3元 我就覺得這個位置 拍完息就拍了2元 即是我的位置大約是1.5元 其實我是1.3元 建議大家買 收買利息其實我的成本就是過一 過一 1.1元 或者1.2元 現在再去加注 即是我看完Sitcas的變動之後 就會加注 本來我都覺得不如再等低一點 但是既然見到在Sitcas那裏 浮現了這些情況 我就不等了 即是去馬就去加 因為2320 你看到他賣完廠地之後 就完成了單付 你就會駁它特別息或者賣盤 其實後鋒做啞通子 之前在6.7毫子和大家也有說過 所以現在6.38就是在部署這個情況 我昨天叫大家收集股份 就是這樣的解釋 即是你看到他在不同的豬絲馬跡的通告 剛才有Mike說的通告 我就是Sitcas找到豬絲馬跡的話 其實你應該在一個禁證的市況 就去收集 而不是就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看 那你就沒有糊食 也都不會有股份是適合你心水 所以就應該是這樣去做多些供貨 現在買是一個收集的階段 他都開始洗洗股裡面 即是股東的持股 那我就覺得他其實是暗藏著一些動作 那大家應該留意一下 不是真的沒有錯過了 如果是大升的話也不頂 其實兩個賺錢方法 要麼你就短炒 要麼你就買這些放在這裡等 那你下的時候不要管 等他真的有信心爆上 你就要看他的基本因素看得很熟 你才有信心拿 要麼你就會放棄 那我純粹這個是我的意見 那談到這裡 所有的秘密都告訴大家 跌了134點 21,677點 稍後回來有小炒倉 我們在先家裡跟傲鎖 帶去 放棄 都可以 放棄 蓬殺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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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b 放棄 保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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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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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粉丝留言不说闲话 今天又要回答一个粉丝的问题 因为我先答应了他 他问你2666 环球医疗应该听你推介 因为我只是听过你推介这一只 环球医疗 他有没有说到多少钱买 想问你 你可否给他一点意见 环球医疗跌了很多 这一段时间就跟试了 第一个是7.8跌下去 现在6.4左右 其实跌了差不多20% 已经是高位 主要我自己看 你看到科網股也好 这一类北水南校的概念股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 这一段时间跌的都是跌两样东西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跌人民币 现在你其实在价值下跌人民币 明年是会跌多8-10% 现在基本上市场是这样看的 你看到七仔都是一对一 已经是做到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港股的整个市场的估值 是下调的 你说谈商200多元的时候 预测E可能是40多倍 但是现在市场觉得太贵了 不值 我觉得只可以给30多倍E 那就要跌一两成 其实现在是出现了整个sector的估值下调 其实环球医疗也是一样 你看一看环球医疗 其实不算跌得很多 如果你看一看环球医疗 哇 其实是跌得更厉害 今天才问完这只阴光 哇 这位我刚才看 已经是25%了 是吗 25%了 因为上次 上次低位是9.9 9.8 然后现在10.1多 已经差不多回到低位了 但是现在10.04元 那其实是不是这些股份 迟些可以扭扭还是怎么样 其实真的要看两样东西 因为现在你现在发现了 它其实是跌着什么 就是跌着人民币 第二样东西就是整个港股 因为美元 美元很强 人民币又跌着 其实整个港股的sector 是在走向前的 整个sector 就是股值都是下调 你要扭转这两样东西 第一 美元不要太强 不要强到一枝独秀 可能现在的project是去到106 108这样的未汇指数 如果你说相对来说 站稳是100左右 就是回到大约2%至3%左右 然后人民币站稳 才有望有一个比较中线的反弹 现在暂时还没看到这个情况出现 还有大陆的走资 你看到现在都是说下一个月 就是过年前是会更加严重的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都受着这几个不明朗因素 就是在拖累 糟了 我问了你2666之后 很多人WhatsApp说要问你股票 我不回答 要先说小炒仓 是啊 很害怕 好啊 好啊 那现在你有20万 怎么用呢 压力 应该怎么分配 还是你又想先看好一点 先看好一点 现在这个市场是很小成交和很飘 而且飘得来是向下飘 是的 飘落那只 是的 昨天你让它反弹 百多二百点 转过头 就是到收市竞价 已经剩下几十了 你说这样做是很难做的 就是现在真的要停一停手的 是的 等下一个月 看看开头那几天是什么环境 我们先再去想一下 嗯嗯 但是现在毅力自己 本身自己的仓位是多少成现金 多少成股份 还有那些救命三宝 你之前有持金的 那是不是全部扔掉了 那些SPDR 没了 没了很久了 是的 特朗普当选之后就全部扔掉了 是的 因为跌得很厉害 那天爆了上去之后一直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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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那个持的仓位比例是怎样呢 现在是八九成的现金 嗯嗯嗯嗯嗯 我也是 其实大部分都是 是的 很少东西 坐着那些银 相当少货 那些银股因为要坐 是 银股是可以的 其实如果它本身 就是专家都是围实的 还有没有什么资金的问题 其实银股最重要是 就是怕它的资金出现了问题 就是去年你看到熔断的时候 就是今年年头熔断 或者去年股灾的时候 为什么那些银股会跌得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资金链的问题出现了 那现在如果你说暂时没看到的 那其实银股是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嗯 是的 还有我之前看中一些 譬如说雅各神那些 又是长期不动的 现在都在那 就是我摆住在那儿 就是等的 但是我就不是重住的 那所以仓位其实就没什么货 所以就拿着一些现金 因为不知道掃什么 现在有少少 就是令到 如果其实我觉得就很简单 你不想掃就不要掃 就是掃了会不安乐呢 我觉得就千万不要乱掃 你掃了之后 你掃了之后 只会在那儿自己拖拖 就只会浪费气 但是明年很多人都说 要过了1月28 就是年初一之后 假期之后 才会有些起色 可能就是2月头 但是1月我不是很难捡 如果是这样 1月份就准备一下过年 是啊 整个月都是这样 真的 暂时我自己看 1月份 你不是说不要买 但是你买的时候 我们要有短线 每一天即日了结的一个准备 因为其实是比较差一点的 那时的确是 是的 而且看到一直都在走赚钱 究竟下个月 会不会那些钱 突然之间又回来呢 其实我自己看 机会不会很大的 最重要的是 看看北水 会不会真的 可以下来帮帮手 顶一下呢 如果你说都是 好像这个月 没什么动作的话 反而都是偏淡多一点的 但是呢 你都一向偏淡一点的 其实说真的 说真的那句 是的 因为他看得审慎少少 但是呢 大力税手 我想问 现在因为你1月份 你还要等多3-4个星期 才到1月尾 但是譬如说 有些朋友可能12月 因为持有10个 你都输8个 我都说了几次 那可不可以重复了它呢 是否要忍心重复了它 还是怎样呢 真的要重复看 这个 如果你说 如果你说有业绩的 我常常看 我自己看业绩股的 如果你说业绩真的可以的 那我觉得 又不是说孖箭 最重要的是 现在你手上 不是孖箭拿着货的 是实践拿着货的 那就有位秀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召孖箭的时候 是被人动作的 那就无谓了 如果你说 已经是减到一个 比较舒服的位置 而且是实践拿着 我又觉得 再续借去清一下 业绩行不行 如果你说 看完大康报告 各样都是 可能还有两三成增长的 我觉得是 不妨可以先守住 因为你现在这个位置 其实市场是没有什么盘 给你沽下去 是啊 你要沽得很辛苦 才能沽下去 的话 其实就变成 变成是你沽得很差的 所以就无谓这些位置 就去白了 如果你说 真是很害怕 它没有了流动性 例如 可能那些很小的股 纯粹真的炒一两个概念 那些的话 我就建议 就真的清掉它 好 最后大阵熟一点 因为很多朋友问268 他说应不应该买268 还是怎么算好 是 吃金碟 暂时先保住 不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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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暂时这支位不买了 拿了那些呢 需要沽吗 拿了那些 其实就要看看 你究竟是什么位置 如果你说 我自己一向做一个操作 就是 如果你15%的话 就斩了 是的 我也是 我也是这个 就是买入价的15% 是的 是的 至少又或者减一半 是的 同意 这个就是 如果它反弹的话 是的 这是心得 这个真的是心得 因为你有时 你炒 你也是打算 要不就炒 就是 一 几天 或者一个星期 大约好 它几天都已经跌穿了一成半至两成 那你还拿来做什么呢 所以 那些要看得实一点 我自己觉得 但是很多投资者 都 漏了这个 准备 就是 整天都拿到天方地路 才走来问 就很难搞 是的 我都 跟毅力因为经常在市场打滚 所以就比较 就是看得实一点 是的 大家买了货 我都建议大家看实一点 多谢毅力 我猜不到连答股都要麻烦他 因为太多朋友喜欢问他 你可以去他Facebook 来Tasty Money问都行 因为一个星期就只有他会出现两次 所以他就濕滞一点 是的 好了 可能要过了圣诞假才见到毅力 是不是 应该来几天假才见到毅力 多谢毅力 详细解答了 是的 这个情况 他们说不要大力水手 可能叫大力仓 大力仓都可以的 268答了大家 小炒仓的情况 其实我简单说 好像刚才毅力说 他都持有八九成现金 所以小炒仓也是持有现金 现在 到一月才再 可能一些重新的部署 我们Facebook是会提醒大家 大家 继续看着Facebook 有没有警告你 就看回 你要追踪我们的Tasty Money Facebook 就会见到我不会漏了你们 但你也要看才行 我好难逐个打电话 喂小炒仓有update 有难的 你明白吗 那都要看实点 那些仓位 好了 今天就谈到这里了 市况150点 21,659点 明天同样时间 继续Tasty Money 拜拜 拜拜 看我几大支水口 素啊 素啊 滋滋滋滋滋滋 斗快啊 Boom 一站式环球股票交易 想像通无阻 一个户口就这么简单 保成证券 投资无界限 Monets Boom 保成证券 日本上市公司集团成员 一个户口多过交易 货币自由兑换 北京人手直出市场 从香港到各地股市 Boom Shoken 保成证券 我几多子弹劲啊 好吵架啊 够准啦 Boom 综合货币 直接投资全球 不用浪货币 一个户口就这么简单 保成证券 Monets Boom 保成证券 首推日股即时报价优惠 新客户可享免费日股报价 为期一年 有保成证券的日股即时报价 炒日股就不用瞎瞎瞎了 另外 来保成证券交易 港股每单划13.88 美股每单8元 买卖日股也只需0.18% 还不快点来保成证券开户 查询 2255 8888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